警政署副署长林顺佳从内政部长徐国勇手中接下国旗 将率团到荷兰路特丹参加第19届世界警察消防运动会 代表团29名警消成员将和来自世界70多国 近万名警消和相关执法人员较逐各项竞赛 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世界警察消防运动会 台湾今年是第12次组团参加 上一届2019年在中国四川举办 我国代表团在柔道 跆拳道 社籍 巴西柔树及田径等项目都表现优异 共计获得25面金牌 24面银牌和30面铜牌 战果相当丰硕 在国际资法包括在反国各方面 因为你经有了这个比赛 你会认识各国更多的资法 会对国际上大家共同打击犯罪也会更能满足 还可以增进我们的国际参加 徐国勇表示参加世界警察消防运动会 希望鼓励警察等执法人员 透过竞赛活动强化执勤量能 加强国际交流 期盼参赛选手今年也能再创家机 为国争光 记者 邱世民 开北报道 给大家看